心里比谁都清楚 他就得上来这样镇得住你给你的下马威才行啊 由刘涛 明峰等主演的《星辰大海》 正在火热更新中 最新的剧情中 看得网友很不爽 一向智商在线的简爱 如今却被文心骗得团团转 不得不说文心段位很高 他对简爱从来没有手软过 却一直装出一副受害人的样子 更是让简爱误会他是救命恩人 把文心请到简爱外貌当总监 自从文心这个脚屎棍子来了 简爱外貌就不太平了 他找准一切机会 挑拨简爱和阿娇的关系 阿娇也是够愚蠢的 竟然相信了文心的鬼话 开始误会疏远简爱 简爱好心求爱迷姐代代阿娇 阿娇却误会是找人取代他 已经开始恨简爱 在公司副总的人选问题上 阿娇自以为他当之无愧 简爱却劝他多学点东西 阿娇确实已经跟不上公司发账不发 别说副总就连行政总监 他已经干不好了 加上文心不停的挑拨 阿娇黑话开始报复简爱 他把简爱的投资企划书卖给了朱托尼 愚蠢的阿娇以为就是一张纸而已 不晓得自己已经犯罪 而且害得简爱外貌临近破产 期待后续精彩剧情 加上文心不停的禁销